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温新闻 今天要来介绍四个近期活动 第一个是Hot Chocolate Festival 第八届的热巧克力节就在1月20号到2月14号 今年会有35间店铺参加 一共会有75种不同口味的热巧克力 喜欢热巧克力的朋友可以先上官网去寻找自己喜欢的口味哦 第二个是Whistler Pride and Ski Festival 第26届的惠斯勒滑雪节就在1月21号到1月28号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活动可以参加 像是滑雪导览、DJ表演、电影欣赏 比较特别的是26号下午会有一年一度的游行 从山上一直到春庄都会有许多的彩虹期 欢迎大家一起去参加这个跨性别的活动 第三个是Street Food City 1月除了19号会有Dine Out之外 22号到28号在温哥华市区还会有街头美食城 今年一共会有20多辆美食餐车 喜欢美食的朋友可以一次吃到来自各国的特色美食哦 第四个是市区溜冰体验 1月19号下午4点跟着南海一起去温哥华市区的开放式室内溜冰场 不论你有没有溜冰的经验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冬天留下更多的回忆 最后推荐三个1月可以做的室内活动给大家 第一个是溜冰 Rubin Square的免费户外溜冰场会一直开放到2月底 第二个是游泳 温哥华有两个室内大型的游泳池 一个是Watermania 另一个是West Vancouver Aquatic Center 第三个是看电影 每个礼拜六会有家庭剧院 让大小朋友可以一起用超优惠的价格去看电影 一部只要2.99元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咯